人生本來就有些 優勝立敗 你看李漢的外表 你要嗎? 老師禮拜四上那個中正高一的時候啊 有一個學生下課啊 來問問題 一直問不懂 問到一半他就開始哭了 喔我怎麼那麼笨 我一直想都不會 我都會一直卡住 他會求好親切啊 想把東西把它搞懂 然後他很不甘心 怎麼想那麼久還想不懂 講完以後明明很簡單 為什麼當初沒有想出來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開始一直抽搐 然後那個情緒就沒辦法平復 可能他有講說他在學校段考的不是很好啊 因為他很認真學 這一次段考前一堂課才來 才來上課 問題是他就是有科目他很努力耕耘 結果他發現不行 然後他去想 他覺得也很難跟上他會錯的 老師覺得這是正常的啦 我反而覺得有這種心態算不錯 有時候如果你有這種心態產生的話 起碼你肯不甘心嘛 有些同學是無感的 這一題不會 有差嗎 是不是 反正我不會有那麼多題 有差這一題嗎 是不是 老師覺得反而他會要求自己 我覺得這是好事啦 你反應是 情緒發洩完了以後 老師覺得你就冷靜一下 繼續去追求你想要追求的 當然 人生會有遇到一種時候 你會覺得 人家裡漢都想好快喔 我怎麼想都想不懂 我怎麼想不出來 都講得好簡單 為什麼我想 我怎麼這麼困難 人生本來就有些 優勝利敗 不能是 等價比較的 你看李漢的外表 你要嗎 人都是這樣 他只要人家要的部分 你還想很快 我要他的那個 可是你要他 要連他的臉一起要 你要不要 那算了那我再考慮一下 我寧願笨一點不要 不要算 你懂那個意思嗎 所以人的心態是這樣 你只要了解自己的心態就好 就例如說我今天我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我看到他有什麼 我就覺得 喔他好棒喔 可是你都不會想說你自己有什麼 老師希望你平衡一點 你也要想想你自己其實有什麼 因為你這樣會陷入妄自菲薄的一個情境 這樣不好 你就會可能就一直很難過一直哭啊 或是幹嘛 就在那個情緒裡面 不好啦 那老師覺得人生有兩種選擇 就是你到這裡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你可以努力追 假設你今天 欸這個地方沒學起來 你想追 像李漢一樣這麼棒 你就努力追 我覺得努力追這個就是對的 但是你可能追不到沒有錯 但是你盡量去跟他接近 但是你英文一定贏李漢很多啊 因為李漢英文都亂講的 他完全都不會對不對 是不是他國文那麼亂掰什麼 什麼來了來了 從山坡山慢慢滾下來了 是不是 徐志摩背影他也敢講 是吧 懂意思嗎 你一定有贏過他的部分 那你贏他的部分就是去拉開差距 輸他的部分就盡量去追近就好了 知道意思嗎 你就是用這種心態去平衡就好 那我也常講嘛 有時候抱怨沒有用啊 史蒂夫霍金不是離開了嗎 人家就把他以前很多話就把他拿出來嘛 還有演他的傳記 有一天那個Discovery他演的傳記 Discovery怎麼演他的傳記 他就演喔 說他本來喔 人生正飛黃騰達的時候 因為他很聰明嘛對不對 劍橋大學天文物理學博士欸 是不是 他進博士班的時候 哇閃耀的星星 大家覺得哇很看喔 他又天才對不對 又拿到獎學金 他拿著紅酒杯 在家裡跟家人慶祝的時候 就想說 哇 人生正要飛黃騰達 他拿紅酒杯就掉地上 他自己握不住 有看過吧 他自己握不住喔 然後才發現 怎麼開始他沒有辦法控制他的肌肉 他才開始慢慢變見動 你就從手 然後到身體這樣子 你懂那個意思嗎 然後他就有講他的心 他說他知道他這樣的時候 他知道他自己沒有時間抱怨 因為他知道抱怨也沒有用 他會把心念轉成正向的 我看我再去趕快做什麼事情 不好意思抱怨 我怎麼會得到這個 我怎麼會這樣 沒有用 你一直在自願自愛 你不會獲得任何東西 知道嗎 所以老師也是用這個跟他講 就是你不用自願自愛 你可以人發洩情緒是應該 我也沒叫你不要發洩 不要發洩也是不好的 因為那憋久會生病 你發洩一下大哭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你哭完以後 我們要把心緒轉回正向的 欸我要怎麼幫助我自己 我怎麼樣會對我自己會更好 那記得 如果你這個聽不太懂 不要貪心 全部都要聽得懂 一個地方一個地方聽 讀書很像撿石頭一樣 一顆石頭一顆石頭慢慢撿 撿久就撿完了 而且一開始比較難撿 後來都是卡車爆破 整個山就移開了 真的是這樣 我不騙你 念書真的是這樣 一開始你就看到一整個山 哇靠 怎麼這樣天哪 那你開始很認分的一個一個搬 搬久了以後你就發現卡車就出現了 懂嗎 他就把你整坨整坨載著 然後再來就怪手 然後接下來就有轟炸機 砰 就幫你把山移平了 真的真的是這樣 但是你不開始搬的時候 那個卡車那個轟炸機不會出現 對 因為你思路不會進展到那個程度 它不會讓你通啊 懂意思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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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